张华县卫生局9日上午在秀传纪念医院附优大楼举办新生儿听力筛检记者会 凡是101年3月15日以后出生 涉及台湾且未满三个月的新生儿 即日起可到与国民健康局特约医疗院所接受听力筛检 透过新生儿听力筛检能及早发现听障问题 并给予适当的处理降低听障程度 卫生局业局长表示 每年有3%的新生儿会有中度到轻度到重度的听力缺损 卫生局从今年的3月15号开始 会在全县的21家接生的医疗院所提供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检的服务 那这个听力筛检只要早期发现就可以接受早期的治疗 减少失能的恶化 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起来配合 踊跃参加新生儿听力筛检 基督教医院耳鼻喉科范医师表示 筛检只是第一步 一个广义的新生儿听力筛检 它必须要有筛检之后要有确诊 然后还有确诊之后的疗愈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筛检过程 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是筛检过之后就没事 还想后面的那个诊断跟那个疗愈 事实上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国外在1998年就有报道 只要你能够在适当的时间 就是讲在6个月内开始介入治疗的话 新生儿只要它的认识功能是正常的话 都可以达到一般的孩子的这个语言能力 大概是它的八成到九成是没有问题的 那像这样的孩子就可以进入一般的 正常的一个教育体系 就不需要再进到特殊的一个疗愈的机构去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正常发展 跟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是很谢谢政府有提供这个服务 那也让我们能够来服务 有这个需要的小朋友 语言的学习与听力发展密不可分 如指观察婴幼儿对声音的反应 是无法正确诊断出听力损失的问题 因此需听力检查的仪器 方能正确诊断出婴儿的听力损失 彰化县卫生局呼吁 每位家长请把握新生儿听力筛检时程 随时关心孩子听语发展 把握语言学习黄金时期 公益频道陈文硕张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